大家好,这里是Shenix,为大家带来怪物猎人的网上连机视频 这个视频呢,可以说应该会是比较特殊的一期吧 首先呢,如果没有搞错的话,这个视频应该是我们连机第三季的第六十期视频 由于第三季也是进行了很久了,之前呢也是前几期是一直在练手雷笛 结果练了好几期发现,我好像个人没有,不是特别适合用手雷笛这把武器啊 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短期内还是暂时先放一放吧 毕竟想想第三季也是,不知不觉中也是一下进行了六十多期 也是,我觉得该差不多该,我觉得我该休息休息了吧 一直的录怪物猎人视频也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挺好玩啊 但是玩的太多的话,说实话最近我也是比较忙 可以说其他的一些视频什么也是没有什么时间录 再加上我预计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录制计划吧 所以说,光脸人第三季,我觉得六十期差不多完结了吧 所以说给大家先提前打个招呼 这将是我们等于是第三季的一个完结片 所以说呢,估计会录的很长 起码我的目标是至少一个小时 最后一期正好是让大家看着爽一点 这样呢,我是又是在进行废话 主要原因是我们队友也是一直在准备什么东西 这样不太清楚 他要是在还准备的话,我们正好吧 趁机会介绍一下大家的房间的装备 首先是房主 拿的是一把好像是独态刀啊 独态刀好像是独态刀 哎,技能是好像是封牙龙 哎,叫封牙龙吧 好像叫封牙龙,封牙龙一套,攻击UP大 回避距离上升跟一个热武效 哎,我是一套混装的贯通弹的弩 嗯,这个技能先暂时不介绍吧 因为毕竟是第三季都六十期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技能了 然后我们的弓箭好像是拿着一把彩鸟弓 回避形成架,火属龙一架,肉眼特效 跟一个回避档 还有另外一把抬刀拿的是史莱姆抬刀 配的是碎龙的一套 哎,这样,好像大家都准备好了 这样我们开始吧 刚才这个怪物大家应该是看的吧 是一只白海龙 白海由于是说实话 在水里的怪我还是非常的非常非常头疼 那好在白海基本上 除了换区会换到水里的情况下 其他大部分战斗应该都是在路上 我说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出生的环境也是不错 马上就可以遇见他 这样先吃一个 先吃一个怪力爪 然后 好像是不太清楚进去会不会中吼啊 还是中吼了,没有办法 这样先打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打八发吧 八发的毒弹应该是能让 可能是六发 但是尤其是我也懒得 放毒弹了 这样直接是打八发 这样麻痹加 应该是能中吼啊 没有搞错 哇,是中吼了 可能是麻痹跟中吼这两个异常专专的效果 可能是不会同时触发吧 这样这个好 我是回律行动加一可能是比较难管 我直接是放弃了 直接是上一弹 直接是上一弹 仇恨 我觉得滚远一点吧 毕竟一个蓄力放点还是比较疼的 好像 彩鸟攻是一把扩散光 这个地点表不错 钻通的话应该能灌到很多伤害 这是尾不断了吗 是尾不断了 但是好危险 直接一个断尾 直接跑到 怪翻到我的跟前来了 我是突然 突发奇想 这个怪断尾的那一下 假如有伤害的话 刚才 没准我们会 比如说 鼻子不小心 直接被怪砸死了 这个估计会比较 比较偷了 好像又是一个 一个蓄力放点 我们的 彩鸟攻能潑上水了 还有11吧 有点 有点 有点不太好 是没有注意自己的身后 已经好像是被逼到了鼠脚上 这样 就被壳可以穿一把 可能能破掉 这样看一下 我估计着 他可能是快 快不行 所以我直接 在他要换区 淘宝换区 那个路径上 直接是 直接埋上陷阱 好像是愤怒了 这样直接上弹吧 可能那边有个爆弹 没有爆 好像是没有 可能队友也是误解了我的意思啊 看来是完全误解我意思 我是想当他在换区的时候正好中这个陷阱 同时可以补货 但是现在我们队友好像那意思 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直接利用这个陷阱把他给杀死了 这样又不作为了 正好挖一挖 这样之前说过 之前说我们是最近也是比较忙 这个忙其实是两方面都有 是首先录像的话 可能我会近期会开 可能会开新坑 当然是什么坑的话 可能之前有提过吗 我在清除之前也没有提过 不过我有意要开一些新坑 当然这些坑什么时候开呢 我是还不太清楚 毕竟之前过年过年期间 我还是比较忙的 由于是生活方面上比较忙 所以说录像也是没法怎么录的 这也是最近 最近所以说视频也算是比较比较少吧 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后呢 估计应该是就就恢复了 但是考虑到怪物猎人第三季 是到了60期 所以说我觉得差不多 先给他来个完结 我正好是算是换一换 怎么说换一换心情吧 玩一玩别的游戏 之前是 确实感觉上怪物猎人也是玩很多了 这样一个火属性攻击加9啊 还可以 但是 我觉得在三代中 三代中的火属性攻击 就是单属性攻击并没有 并不是特别好 毕竟哪配一个全属性攻击的话 只要配10点就能配出来 单属性攻击的话 你需要配好像是配到15点吧 才能会造成相同的效果 所以说并不是特别的值 但是四代中呢 由于是加入了好像是 可以配出20点的一个 类似于单属性攻击大的这么一个技能 具体叫什么是不太清楚啊 所以说可能是三代来讲 我觉得单体的属性攻击并不是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值啊 而且你是要配单体的话 特别的麻烦 一个属性的武器需要一个套装 而且是非常的占位置 哎这样是轮到我们了 我们的话 哎我们po什么呢 我觉得打一打碎龙吧 不明白为什么想打碎龙 记得好像是第二季完结篇 好像是打了很多碎龙吧 毕竟碎龙作为三季的封面怪 还是还是多喜欢欺负欺负的 当然碎龙好像据说它应该是 可以说应该它是封面怪中实力 应该是最强的一支了吧 觉得确实是非常的非常忙 尤其是黑妖碎 不说了 现在我这个套装就是专门为黑妖碎配出来的 但是好久没有打碎龙了 是不太清楚一会儿会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最容易应该是升HR 嗯 你升HR7的一个是这个吗 这样是单岁啊 我有点找不着了 好像是这个好久没有玩了 发现是完全把这种名字给忘记了 这样 还是最后一期嘛 让这个狩猎变得更加的容易一些 我们就用一个猫的这个猫卷 看一下吃碎龙 我觉得吃魔刀术吧 由于是我们有抗军效果 所以说并不用担心会中碎龙史兰姆效果 这把武器应该是有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斩位还算比较优秀的 但是尤其是片件比较攻击比较高 所以说可能会磨起刀来会比较筋 这样配一个猫刀术应该会稍微好用一些 碎龙吃带一点热影 还有闪光弹还带吗 我觉得先不带吧 感觉上碎龙只有是 我觉得只有他饥渴的时候 这种闪光还算是比较老实 其他情况下 这个怪 尤其是碎龙攻击力这么高 中的闪光不好判断 还是比较危险的 觉得碎龙的话 由于是四个人连接 应该是打不到饥渴就能直接打死 所以说就不带了 这样看一下我们队友的装买行 他们也在换装买 防着好像是也换成了片件 是一套 应该是冰压龙的片件了吧 体术加尔 冰鼠攻击加一没法发动 回避性加一 冷无效 跟一个耐力缓慢魂服 我技能是专门配的 挑战的加尔 抗军 觉醒 跟一个回避性加一 这边我们还有一个HR4004A 我们的大腿 他现在也是换成了水属 这应该是大海龙的斩斧 好像是月顺龙的一套 是配的技能 这是 就是八曲加十五 应该是可以多八几次 不会中异常状态 挑战加一 斩位加一 跟一个生物大师 最后一个人 好 依然是没有变 穿的是碎龙套 水龙套拿的是碎龙太刀 这样觉得 我好像我们的物品牢里有大便 应该是有 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的房主怎么又换回太刀了 他明白他又换回了之前用的这把毒太刀 依然是一个冰亚龙的冰亚龙套装 可能是他觉得体数比较重要吗 还是说回避型加一 其实我之前配的这个套装的时候 配的是回避型加一 但是碎龙说实话 他的就直接拿全夯壁 这招好像有人没有准备 这招有时候我拿回避型加二都滚不出来 所以说感觉上回避剧的打碎龙可能会更好用一些 当然现在改套装也是不太可能了 这个技能算是比较比较难配吧 我目前配这套装已经算是 算是比较 我能配出来应该是效果最好的一套了 这样看一下地图好像是 我们直着出去啊 可能这个绿色队友应该是在那里 但是没有激活碎龙 这是什么意思 哇是碎龙没有看见他 哇好 这只碎龙怎么刚才 刚刚我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大 是我的 是我的错觉吗 还是 不太清楚啊 哇 这个 没有办法 刚才我觉得是就算不回避的 不滚 不滚的话 你应该是 可能是滚不出他这个好 这地点有点太太狭窄了 再轻步 先打吧 正好他在发呆 先打 好像是被队友打到没有发呆 像这个中毒是我们中毒的吗 好像是我们的我们毒派刀应该我们毒片剑啊 好像还会把毒派刀应该是两把五次 但是比较好中毒吧 刚才的跳着有点打的距离有点 这样碎龙先打着 其实我觉得四个人打并不是特别难 这样呢 我再给大家 去透一点小东西吗 刚才我是被挑飞了 刚才被挑飞后 我下意识的是按了一下攻击剑 这可能是四代的习惯 当然说可能有人说了 已经是 哇 不要炸的我 已经不玩死了吗 哎 我呢 其实最近是被 被忽悠着买了一个新的3DS 所以说也是 算是试着一下死 当然 情况怎么样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 我是不太满意啊 新的3DS 虽然说是加上了一个 虽然是加了一个新的就是右摇杆吧 不用我们 先来是不用我们带新买一个 就是一个外事了 但是呢 那个新的右摇杆 真的是 我觉得 还是不太 我是 我非常的不 我不喜欢 主要是 哎 依然是跟 哎 不错 依然是没法进行一个 吸手操作 所以说 我是随便试试 当然是玩的不是很多 试完后发现 依然是带战斗中 无法 无法就是像我现在 现在我是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我 没有看自己 我没有 我没有 无法是全程保持这个怪 在我的视野内 没有 C手的话 假如开出所的话 怪突然 通过某些攻击突然穿到我身后了 你需要按一下 先去按一下 锁定键吧 但是这个锁定键呢 可以试一下啊 比如说我不用C手 哪个键呢 好像是这个键啊 可以看 可以看 在正面的时候还算是比较不错 当然有时候 现在这个样子 我已经是没有C手 完全是不太清楚 这个视角是什么 所以说有自动锁定的话 算是可以方便 没有不会用C手的玩家吧 当然说 怎么说呢 我个人感觉上还是有C手来说 更 我是更加习惯C手一些吧 所以说 虽然说我是玩的 目前是接触了四代 四代 所以说 我是试着试 但是依然是不太 不太满意啊 可以说 虽然说 新的CLS 还算是宣传 可是可以说 我是被忽悠了嘛 还说这个 新的右摇杆 真的是非常的 这什么话 好像是 虽然出目视了 新右摇杆 虽然说是非常的 非常方便 但是觉得在怪物旅人上 依然是没有那么的方便 算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失望吧 不过 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 我之所以 为什么给大家提 说我现在在玩 是稍微接触了一下 四代的怪物旅人 这个并不是 之前我提到的 说是要开新坑 新坑目前开的游戏 基本上都会是PC游戏为主吧 整个游戏呢 估计 暂时先 应该是主机吧 掌机应该是不会录的 主要是掌机的画质实在是太 实在是太差了 我觉得 个人拿起来 就是拿着掌机去看 感觉上还可以 但是你要是录出来的话 尤其是比如说大家的屏幕 像一般比较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对着怪飞复出来 你刚拿着20多寸的屏幕 去看一个掌机的画面 真的是 会是比较的 比较模糊 所以说掌机估计我去推路了 这样说一下四代 四代我现在是可以说是稍微的接住一点 但是现在是由于是 哎不错 直接推倒了 不想后看能不能破仇吧 像片尖破仇还是不太 绝尝 片尖破仇还是比较难啊 最好破仇应该是大锤 哎 之前说说接个面四代 哇 这个没了 不好要中招 嗯 嗯 哎 其实之前提出四代后 我也是之前 呃 之所以提这个四代事 是因为我算是之前 可以说由于是一些视频 我算是 哎 大家的血量啊 直接抢顶了 这个血量还比较危险 之前由于是视频网站 等于是投稿受到一些影响吧 我记得是某些视频网站 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说更新也算是稍微的平衡感 之前七剑 七剑也是不停有人问 说是正在干什么 是难道是去 是是打不算 打不打算是去开等于是四代的录录视频 哎 这个视频 我也是在跟 等于算是正好吧 正好在第三代 呃 三代的第三季的最后一期的节目篇里 可能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呃 四代视频 假如说出了高清版的话 对啊 假如说出了高清版的话呢 我是肯定会去录的 乐趣啊 乐趣我感觉上是比现在这个 现在游戏到游戏后期 将是随便 可能是在farm 或者说是在 或者说是感觉是在享受游戏吧 比 哇 比 目前会和开荒比 目前那个游戏到后期情况下 我感觉上是更加的 我感觉上更加有意思些 当然可能这个因而异了 毕竟有些情况下开荒还算是 开荒游戏是可能大家的 哎 策略什么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喜欢 我们先去把 可能是打的稍微的快一些 用些捷径什么的 我开荒呢 是习惯一点一点打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村上位 呃 这是什么情况 好像是队友全部 不错 我们刚才发现了队友三猫的情况 嗯 这不太清楚是我的网断了呢 还是说 嗯 不太清楚啊 这样可能之前啊 之前我还是比较 哇 这个居然会换区 摸个刀吧 明明的小狗龙 哎 不要 还好啊 再补一个种子 顺便把耐力补满吧 毕竟 这个咬下就咬下了 刚才磨刀不打断就可以了 白清水什么原因啊 这样可能这一期有一点 有一点不太 不太好了 刚才还是在可以说是非常自由的去废话 但是由于是目前变成一个我一人等于是单人熟练啊 说实话可能 哎 我打连击的情况下 由于是有队友们等于是一起 哇 等于是有队友的也是一起去配合什么的 所以说我感觉上还算是打的比较熟练的 当然单人情况下呢 由于是没有了队友 我怪物的攻击可以说都是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可能会 我是非常感觉上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打单 我就是单人狩猎的时候 当然这个压力大是肯定的 但是呢 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来讲给我感觉上压力要大得多 因为毕竟我是 我是非常怎么说呢 主攻连击的 并不是说等于是单刷 这个很不科学的一个打腿断 美食是什么情况 我也是不太清楚 旁边的小波波 好可爱 看一下 因为我屏幕的分辨率调的是太高了 完全是没有 完全是看不清楚刚才地上的爆炸效果 这两个腿部的硬质啊 打的可以说是不太 蹭一刀跑掉 可以说不是特别好啊 他也是进入奋斗后 连着打了两个硬质 我们就瘸掉了 还好啊 毕竟是双碎龙任务 单只碎龙的血量还是比较少的 再这样刚才我们队友是四个人 等于是随便 轮着打了几下 应该是血量不多了 这样估计直接补货了吧 诶 你要干什么 单人怎么方线 我还真的是有点不太 这应该可以放 但我也是怕方线以后 他马上朝着 还好没有马上中线 不够成功了 诶 之前也是说 我是随便玩了一下四代 呃 四代之前也是 我好像记得村有一个 村有任务是去让你去捕获 是磁火龙吗 还是火龙 几百清爽总是让你捕获一个东西啊 结果那只怪我也是捕获了好几次 诶 每次都失败 并不是 并不是杀伞啊 发现四代中怪物缺短 还是逃跑比较频繁 并没有说像三代中 我说三代中也一不注意直接杀死了 四代中我发现怪物 他们就是换区 比如说逃跑了 刚才已经是换区逃跑换到了 这个一区 四代中我发现不再清楚是我的错觉 还是说他确实有改变啊 我发现的是 就是他换区后 跟猎人基本上是随便打一两下 然后马上就又换区了 我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原因 三代中我感觉上这个怪换区后 可能会跟猎人打很长时间 然后选择继续换区 四代中感觉上这怪换区 跟猎人随便玩两下马上就换区了 当时也是很不习惯 结果那个任务是卡了我 好像是我重复失败了三次吧 才打过去 这样算是给大家提前 再等于是我们四代 四代的一个预告片嘛 当然说四代的高清版什么时候会发布 我也是不太轻吧 但是呢 在这我算是等于是正式的 可以说是跟大家通知大家 假如说四代的高清版出发售后啊 不管是在什么主题上 我估计我都会去选择录 录他的开放视频 其实我估计我会我会非常的 我还是比较期待等于是四代一个开放 毕竟目前来讲我算是被忽悠买了一个新的3DS 发现真的是好难用啊 完全是找不到怪啊 就是加上怪等于是怪物有一些 怎么说呢 他们会加入一些新的一只小白兔兽感觉还是比较猛的打一打 有一次怪物加入一些新的动作 再加上没有了C手 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 我目前来讲在3DS上玩 我感觉上我的水平一下回到了我刚接触二代 二代手的那么一个水平 就是找不到怪 真的是非常的无语啊 所以说当时也是为什么说这个3DS被忽悠了呢 现在基本上是不太不太想接着玩了 总之是刚开始感觉上热情很高 毕竟是四代嘛 等了很久被忽悠了 虽然说被忽悠了 买一个买过来直接玩试一试吧 结果试了村人我 直接是感觉上 个人感觉是很 就是有点有点恼火吗 不能不能说是恼火 总之是有点不爽啊 就是平常我感觉上在 在这个掌机上在主机上打得挺好 结果一上掌机怎么就找不到惯了 也是确实是个人很无奈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这样我们再找一个房间吧 毕竟刚才也是不小心断线啊 这边写一个G的任务 它好像是6HR6啊 HR6这儿我们帮他开放一下 帮一下他吧 你要跟他打一个招呼 希望 他在吗 我拍清楚啊 给我感觉好像他有点AFK的感觉啊 另外呢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HR 我的HR是299 然后还有517点就可以升到HR300了 这是为什么选择了的是这个第三季 第六期算是结束的一个原因吧 HR300我觉得打的应该已经是够多了吧 这样这个人好像是不在啊 不在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 毕竟刚才是不小心丢了个线 我是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原因 我们在 我估计就要换一个lobby了 这个lobby好像刚才我看只有三页 好像现在变成四页了 但是没有没有一些比较 比较吸引人的房间 比较吸引人的房间都可以看都已经满了 不太吸引人的房间呢 嗯 我觉得我们换一个吧 这边是一个好像都是单怪的任务啊 单怪这边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连续狩猎任务啊 打连续狩猎的一个房间 我们直接进行看一下正好是有三个人还是三缺一状态 正好加进去 哎好像好像是走了个人啊 无所谓了 看一下这是一个 两只毒怪 好像又走了一个人啊 好奇怪啊 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 这两只毒怪 它是我们队友是选择了一把暴鼠性碎龙的双刀 配了炼黑龙套装 攻击up大 金刚体跟一个 解决是励志解放吧 就是雷狼龙的那招 这样我们用 我们用 碎龙的大剑看一下技能怎么对啊 毕竟这把这个套装需要按上一个正确的珠子 好像是正好有个珠子啊 我这个大剑套装可以说有点唯一的遗憾 就是武器需要一个孔 没有孔的话是触发不了集中技能 还算是比较遗憾 其他的应该还是不错 算是有回忌性能 这样吃个 应该是吃爆破数吧 虽然说有双刀杂 但是要是万一我们的前几个爆炸 要是被我们暴掉的话 可能会损失这DPS 吃一个爆破数 应该是火药数吧 可能能发动啊 有一个食材是不是新鲜的 还要发动了 这样整个一下装备 刚才是 很好吃了很多的 吃了很多生命粉 一个生命粉 然后回标记 冷冷炎药 这样整个一下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这个任务应该是在溪流吗 是在山峰就是溪流 我们游于是并不需要带一些其他的营料什么的 我们直接带解读的 其他的带两个闪光吧 对是问有没有有没有准备好 刚才刚才游是换武器 等于是整理物品什么的 是花了点时间 他可能是有点等的不太烦了 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由于现在正好是我接触了 已经是接触了四代吧 等于是在 所以说是可以周围分享一下 我等于是分享啊 等于是说一下我对四代的一些看法什么的吧 诶 四代可以说加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等于是机制吧 其中一个呢 就是只能打造啊 这个很难 就是等于是快速的一个物品 而的一个整理吧 我觉得哎 刚才我的拔刀是什么 可能拔刀 可能这个拔刀好奇怪啊 应该是愤怒了 有的是愤怒还是直接砍刀就跑吧 在刚才要是直接强行接强序的话 可能就直接 凯阳吧 凯阳吧 刚才由于是之前 我做了一些刷了 在自己的自己在四点时间 我是刷了几个村的 村的海龙认网 所以给他带了一个这个潜水的头盔 早知道应该给他换过的 毕竟使出 嗯 使命应该怎么 就是一个落雪的落雪的面具啊 应该会 现在可能会更加有用一些 这样我们的队友是什么情况啊 刚才 刚才我的操作 神医师出现一个失误啊 横拍了一下 结果是没有没有翻滚 因为我刚才的眼睛是在看队友啊 抱歉啊 我们是出现了很多操作失误 因为我的眼睛一直是在看着 小租桌上队友的一个图标 他好像是 他好像一直没有动啊 应该是一直没有动吧 应该是没有动啊 我是刚才也是时不时的盯了 他大概有连续盯了给 哇 这居然会被带到 盯了大概有连续盯了10秒钟 好像一直没有动啊 我不太清楚他是 是fk了 还是 是 这样我们先 好像是 这只水兽好像是瘸了 又是瘸了 我们直接去强行的蓄力 好奇怪 大家清楚为什么三段都直接是续空 今年续空三段续了好多 老师又愤怒了 他说他在做饭 他说的这个做饭 他说他在做肉 是说他在烤肉吗 还是说他在 比如说他在煮方便面之类的 就是说他在限制世界中饿了 还是说刚才他在烤肉 是不太轻乱 这是我的错觉 刚才的水兽到底有没有血 展位下降了 好像是没有瘸啊 应该是刚才他可能就是缓慢的朝我们 哎 是缓慢朝我们游走过来 我是判断是我 以为是瘸了呢 这样 为什么查查这是什么情况 哎 他刚才是过来了吗 好我们队友是过来了 但是好像是我没有看见他 这个硬直是应该不是我打出来的 可能是我们的卡样了吧 对啊 会中招啊 居然没有冲太神组了 好像快爆掉了 假如这个三段的强序要是续爆的话 没错 爆的话这样能倒地 这样去续他的还没底 没错 打死了 这样加一个血吧 虽然说没有损失多少啊 毕竟这个任务 他好像吊的是都是回飙季啊 随便掰吧 还剩一只 鹰火龙 然后又来一个人 跟他打个招呼吧 感觉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的话 可能打起来会比较慢 这样阴火 我觉得一般火龙 单只火龙 这种可能会出生在这区 双只的话不太清楚 六区他有可能会活动 或者说是在 前面这区他有可能去捕食啊 其实这区他也有可能捕食 不太清楚 鹰火龙是火龙是在这区捕食吗 还是在中间那区 中间那区是不是雷当中捕食区 不太清楚 可能是根据地图上的怪的不同 我是不太清楚 总之是这两个地区 我印象中都是有怪 等于火龙不太清楚是 雌火龙还是熊火龙啊 可能是有或有故事 这样我们试看一下吧 这样好像都没有啊 好奇怪啊 哎 哦 看来 我好像是发生了一点 我产生了一点小判断失误 我以为这个这两只怪是 以为是同区 等于是同区出生啊 还好像是要死一只才会出第二只 算是我的一点失误吧 这样先对着脑袋打两刀 不太好 我们中了一个吼 像这个攻击好像是什么能打到啊 是队友让叉叉 埋了个陷阱 又没有打到 又没有打到 今天我的距离感可能也是 我们的凯阳嘛 凯阳嘛他会不会 我们的屏幕上没有打到啊 但是好吧 N多了 直接是 吃成了 吃成了一个应该是一个解毒药 但我一直在打的应该是他的左腿啊 但队友好像是右腿快爆掉了 这应该是他的左腿被爆倒后倒退的方向吧 不太好 哎天呐 今天的操作数比较多啊 本身是想去断尾的 结果是 不能打到 结果由于他倒地翅膀也是被打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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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个三段 不是已经瘸了 这个是肯定瘸了 没有瘸了 哇 这在打谁啊 刚才他的咬人方向很奇怪 哎 怎么回事 我今天出现了两次了 我的拔刀可以看是拔后我的没有是马上拔起来 拔刀也是非常奇怪 不太清楚是我 主要好像是要补破 这样又是算是提醒了 算是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等是四代跟三代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队友开着古人画 看着古人画追我感觉好恐怖的样子 四代中发现也是进行了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改进吧 四代中捕获任务成功后呢 好像是只给我们20秒的时间 然后就会直接回村了 三代中呢很前作吧不太清楚 我现在我玩过二的 一代中只玩过随便网上下了一个存档 玩了两下感觉上没有二好玩 然后张时就放弃了 所以说一代并不能说虽然有玩过 但感觉上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二代跟三代应该都没有这个机制吧 就是我们补获成功后好像只给我们20秒的时间 这应该是四代中新加入的 我也是感觉非常的感觉上很人性化的一些设定啊 那些设定啊 好像获得了一个 这是天灵吧 故事呢也很不错啊 这样我们看一下 刚才好像是房间来了一个新的新的人 好哎呀 故事故事好像是来满了 这样整一下装备 或者说是物品 或者说是物品 以时怪力种 还有什么 是两个能量饮料 哎差不多了 再看一下时间 好像我这边写的是47分钟 估计开头中间 解一下什么的 对我问谁去选任务啊 我估计我就不选了 让我们队友选吧 毕竟这个我目前是没有什么需求 解一下估计现在也是45分钟样子 估计可以再录两三个任务 这等于是大概一个小时吧 等于是多录一点 看一下大家装备吧 队友的防主 依然是好像没有变啊 就是练黑龙 那他的护石好像是比较有意思 他是 他应该是用 好像是没法看我们装备的孔啊 4代中期应该是查队友装备的时候 是可以看队友装备的孔的 他好像是用护符把这边的一个 算是耐力急速消耗这么一个负面就能给抵消了 队友有说什么 防主说好他要去刷新一下他的任务略表 无所谓了 看这边还有一个HR470的一个大锤 是海龙 海龙一套 高尔 炸弹人 觉醒跟心眼还有一个部位破坏 他的护石好像也是不错啊 直接是一个3点跟4 3点的炸弹人4点的一个心眼的一个护符 诶 这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人P2件 冰 这是冰燃龙 冰燃龙一套 回避 对啊 这是体数价冰属用攻击加一 炸陷阱大师 速摸 回避性能加一 跟一个耐力恢复速度大 应该是恢复速度下降 他是没有选择去把这技能给抵消掉 我感觉耐力极度恢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技能啊 有了他的话 基本上耐力可以说是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一般情况下真的是类似于无限的 这个要是说一个下降的话 不再清楚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不过P2件来讲并不是对耐力特别消耗 毕竟主要还是以回避为主 要是用P2件纯防御的话 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 这样队友们 发现这一期啊可能是稍微我的废话有点多嘛 不过没有办法 毕竟意外比较多 我们队友呢说是让防主让他po任务 结果他说他在出任务 看样子也是没有想回的意思啊 估计没有办法 期间可能我就是在 我就在进行些废话了 这样我们想一下接下来的武器吧 可能虽然怪还没有确定啊 但是我估计着我会用 嗯 我觉得我们用长枪吧 毕竟长枪还是非常 我非常喜欢 哎四代中和是跟大家稍微深 谁不能说是巨头啊 总之我四代目前是打到了村的村上位 哎村下位开荒的时候我是选择了长枪 呃主长枪付太刀这么一个开荒 当然其实刚开始是主呃主太刀 付长枪是打算这么开的 但是呢我期间是为了想去刷 当时是想去做呃就是新手套装嘛 当时新手套装我是打到了 好像是打到了青蛙 应该叫鬼蛙吧 打到那只怪 那只怪发现哎他愤怒后 有一个好像是三连咬吧 还是三连的龙车什么感觉 所以有时第一次打被他那招直接是猫掉了 所以说哎打到那里发现 哎亲手装有点撑不住了 所以说是造了一套不是他的装备 我是选择造了大怪鸟套装 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感觉上好像我是特别喜欢大怪鸟 从我接触怪物绿人二代开始 做的第一个套装好像是蓝素龙套装 毕竟刚开始接触嘛 有什么做着嘛 但是后来打熟练以后 我开了一个算是二代的 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存档吧 哎那个档里我是等于是大怪鸟套装的 也是过渡过来的 后来呢我记得好像是在 怪物绿人online中 我有没有做过大怪鸟套装 好像有做过吧 哎做过吗 记不太清楚 但是我有做过七怪鸟套装 大怪鸟套装是忘记有没有做过 应该是有做过 哎虽然说记不太清楚啊 哎四代中卫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又是选择了大怪鸟 感觉上他的技能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一个攻击UP的一个 算是一个发动性非常广的技能 对于开荒来说 初期游戏是没有 没有特别好的技能选择 我觉得攻击UP应该算是 我个人来讲感觉上 应该是最好的技能了吧 可以增加输出什么的 所以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技能 哎在刷大怪鸟的时候 游戏好像是只有工会任务 是无意间刷到了一个攻击力 当时是在村夏威嘛 刷到了一个攻击力 应该算是已经接近于夏威 毕业武器的一把长将 所以说 哎马上就是由于那么一个关系吧 转转型成了长将 算是稍微废话一下 这样废话这么久了 我们的同伙怎么都 哎终于回来了 天哪 我还说呢 你们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估计这一期录一个小时 其中有半个小时多 我都在废话 这怎么看呢 好像大家都不在想 都不想出任务啊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说让这个 但是这个人呢 他也是不见了踪影啊 好奇怪啊 要是突然想起点事啊 我的凯阳吧 凯阳的面具 他好像偷了点东西 把面具换一下吧 换成 好像我这边的最高面具好像是在插这个身上 这样让他换成落雪吧 落雪好像是使到了四季啊 之前给凯阳吧这个面具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把落雪给生满 我们大锤好像说是让这边的片件来去让他让他去选任我啊 说他好像是HR最低的 结果他好像是有点 结果他好像是有点 这个也是不太不太高兴 说 哎 为什么歧视我HR地 这样他出去了 可能是 应该是他已经选好任务 可能是要换一下装备什么的 这样这期 我这边已经是55分钟了 估计把开头什么的结一下 可能大概五十 五十二三分钟的样子 也是一直在说时间 毕竟昨日周一期我是想内容丰富一些 但是 但是意外贫敏啊 我是没有办法 估计 我看一下吧 我尽量把这个视频呢 稍微多录录的长一些吧 当然说太长的话 尤其是我上传是受到些限制 不能不能传 哎录三个小时 然后给大家传上 估计这也是不太现实 嗯 刚说用长枪了 这个防反流长枪打 御狼龙真的是不太好打 防御也说是茶茶 应该我带的是卡洋马 总之大家都是带着一个落雪的面具 这样御狼龙 御狼龙还是用弩打吧 没有继续的话应该是冻土的一个双刃瓦 这样带上饮料 然后呢带上抵消果实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需要 我是需要用一些马币弹器进行一下 稍微进行控场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可能队友啊 皮尔健堂是不小心点错了 默认的一个快捷聊天也有一个是我要我方炸弹了 大康那好像是不小心点了这么一个 来买一下子弹 电击弹加上马币弹 这样最佳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一只怪可以马 大概能马两次吧 一只怪马两次 然后剩下的全部是就是用电击弹输出 应该还是比较好打的 毕竟御狼龙我发现这两只怪他的 好像是抗推倒啊 感觉上总之用属性弹速射角的时候非常容易推倒 但是你可以看打的是哪只脚 打前脚好像是只会出一个硬直 要打他的后脚 一会看运气了 运气好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是跟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是用的是相同的 都是这把就是白海龙的 白海龙青龙啊 明海龙青龙好像是没法打 没法就是并没有马币弹速射啊 当时我们两个人发现就是打一只怪 直接直接能给控死 但是一个人的话看队友了 对我假如输出猛的话 帮着推倒什么的 好像有大锤 大锤再晕一下 估计也能非常容易就打自己一只 打自己之后 另外另外一只应该就简单了 这样我们直接准备吧 反正也是没有什么事了 这样现在已经是可以看已经是将近一个小时了 我估计这个任务 可能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任务吧 这样算是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等于我这个视频之前已经是有提到了 这回呢在结束之前等于是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期视频应该是我们第三季 联机第三季的第六十七 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完结片视频吧 所以说是专门录了一个一个小时特别片 算是能希望能稍微最后一个视频长一点吧 让大家看着爽一下 另外呢是想通知一下 总之几件事啊 我之后呢可能会选择开坑一些新的游戏什么的吧 当然会开什么呢 暂时是先卖个官司 总之是会开坑 但是 就是说怪物猎人 目前是完结了 所以说是会开坑一些其他的PC上游戏 主机游戏目前是没有 并没有特别想去玩的 但是这两个事儿 还有一件事儿呢 是跟大家再说一下 我呢之前被忽悠着买了一个新的叫3DS 试了一下怪物猎人4 感觉上有一点失望 但是并不是说对游戏失望 我是对新的3DS上 他的一个当时被忽悠 就是说这个新的右摇杆是非常的方便控制 是叫什么的 但后来发现我真的是一个感觉上是 重度的超级吸手中毒的一个人啊 没有吸手的话 感觉上我打光猎人 就是目前还处于一个找不到怪的状态 但是使得配上幼儿杆再加上自锁 依然是大概有这么0.5秒的时间吧 我这个猎人会失去怪物 然后有可能中招 所以说目前来讲是不太不太习惯 总之四代算是接触了 也算是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不停的有人问 好像是他忘带了饮料了 你在哪呢 他在这个地点啊 我觉得 算了不给你了 之前也是有这种问 你是玩不玩怪物人4 我呢有玩 但是呢不会录视频 因为目前来讲怪物人4的所有的 呃怪物人4的 可能他的没有高清码 掌机板的话 录下来感觉上画质有点太低了 所以说目前来讲我是不会不会出怪物人4的时间 等怪物人出了高清码之后 我会我会考虑的再次考虑的 所以说这算给大家 哎 不是跟大家说提个选之类的吧 像是打一样 像我们的大锤好像没有 不是特别想去 特别想去 刚才也是已经在打一个地方 这样应该会直接蓄力成功 哎这怎么蓄了4下 哎这有点奇怪 这应该会麻痹吧 这样让我们队友都先过来 放这些麻痹吧 主要是 我是讲麻痹后这个角是收拾的比不错 直接看能不能马上再推稿一下 好像直接是KO了 我觉得怪有可能看我们啊 所以说先暂时先听着输出了 所以说真的 我觉得怪有可能看我们啊 所以说先暂时先听个输出了 哇好吧 刚才是我瘫刀了 但是可以看就差这么一点 这个怪就可以说是 这个怪就会被打出他的炉状态 算是比较 比较可惜吧 哎怎么会 我好像是被吓到了 这怪应该是快不行了 觉得再稍微打一打的话 应该是就可以别打死 我都倒了 就死掉了 还算是 打掉输出啊 应该还算是比较 比较合格的 可以看我是正好打 还剩一发的 我这马币 还不是马币 只是属性的 像我可能 我是没有想到 队友好像是都在扒 他的尸体 我对 我预料龙的 东西还是打很多了 所以说 他的尸体就不扒了 基本上 所有武器什么的 想造都造出来 没有造出来的话 我武器兰兰 他的素材 好像 我已经是卖出去了好几组 所以说 没有需求 我就不扒了 哇 我上弗子弹了 也没有小猪啊 打两发吧 小猪好像在瞒我 不要过来 哇 我们的大锤是在打什么 大锤好像是利用麻痹时间上了一个限点 这样估计还剩六发子麻痹啊 尤其是第一个麻痹 我是没有去 我的第一个麻痹 尤其是没有 等于是 回必行加一啊 滚这个猴算是失败了 哇 哇 是另外一边的角度推到了 看下 属性弹还剩 对我是被打换去了吗 好像是被打换去了 这样跑到这边来吧 好吧 我的判断师瓦 我刚才以为是 我刚才以为在刚才那个地点上弹 是他不会打到我了 应该是我太大意了吧 哎 船只怪应该差不多了 我的子弹还剩下三发 这三发要打不完的话 可能就会 可能代表我们队友的输出 可能是 可能是队友输出啊 因为毕竟刚才我们第一个麻痹 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输出 平常的话 麻痹应该是有其他三个人 这可能是解释 为什么 应该是不 差不多了啊 可能又一个推倒 这个推倒后应该是已经死掉了 哎 哎 果然直接死了 这样 这个实力还是八一八吧 毕竟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干 像这期视频估计是第三季 怪物略人联机 第67估计就直接到这儿完结了吧 指的指的是整个第三季完结了 并不是这个视频就完结了 嗯 现在想想 虽然说感觉上打了这么久的怪物略人啊 HR也是之前也是可以看 HR已经是300了 虽然打了这么久 但是依然是平常有时候你在网上去 还是会预见 肯定会预见很多HR比我还要高的人 甚至是 整个这个游戏啊 HR只是代表你打了多长时间 并不能说代表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技术如何 但之前我遇见一个HR只有大概一百多的人 他使的是 他使的是手里敌 当时我是 怎么说呢 之前不是在练手里敌吗 我也是一直在网上 有意的去找房间 就是看是用 房主是用手里敌的 当时跟他用 他也是 跟他打几个任务 发现他手里敌非常全 每只怪呢 基本上 就是抛不同怪的时候 他都会选择相应的手里敌 发现他用的真的是非常好 基本上 像有些怪 像比较左肩呢 会种一些 种一些异常状态 像什么种个雪人啊 或者是泥人 效果的 他都会选择用一些相应的手里敌 从而是防止这些状态 队友呢 加上的这个手里敌呢 是 是不会种异常状态吧 导致也真的是 队友都可以很放心的输出了 一些平常需要躲的攻击 队友也不用躲了 所以说真的是 怪物猎人啊 这么多的武器 加上四代的 是又多出了两个新的武器 真的是感觉上可能性还是非常高 虽然说 我现在说我的H2已经玩到了300 并不是说代表已经是 我已经满足了 可以说目前来讲 我的手里敌应该是 我的手里敌啊 应该是用的还是非常的少的 感觉上用的可以说是最不太 最不熟练的吧 斩斧虽然说用了只有823下 但是我在P3中 由于是新加入了斩斧 P3中我用的是比较多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 不太喜欢斩斧的这么一个模式吧 感觉上跟太刀有点像 但是又完全不太不太习惯 我就是在用太刀截斗在玩斩斧 所以说可能也是不太适合我个人吧 这样就没有办法 估计 之后吧 可能在 这可能甚至是第四季了 第四季啊 第四季可能会稍微的多用一下这两把武器 毕竟是用的比较少 甚至你有可能是装门是在 配出一些套装来 从而是把 让这两把武器更好用一些 但这也是之后的计划 等于算是随便提一提 还有什么事呢 还有就是 是《怪物猎人4》 《怪物猎人4》 《怪物猎人4》目前我算是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玩 已经是私底下接触《怪物猎人4》了 但是由于是目前只有掌机版 我是不会 目前是不会出视频 可能是要等吧 当然目前官方 CAPCOM官方是没有 官方没有任何的新闻说是 就是要去 要出高清吧 所以说他 他目前好像 我记得他的原话 就是翻过来是 目前没有计划 他 所以说 这些公司的 怎么说呢 算是新闻发言人吗 还是什么 怎么说是他们的用词啊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谨慎吗 还是说 目前没有计划 所以说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 有可能是 他们就压根不出了 有可能是他们还出 但是呢 不告诉我们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 只能作为我们玩家 就是呼叫等了 《怪物猎人4》呢 因此呢 假如会出高清的话 我会出视频 会出 估计是开荒视频 反正是我 ,我估计我到时候会非常 我会慢慢的享受 《怪物猎人4》的开荒 目前来讲呢 只 在这个视频之后 由于是第三季 《怪物猎人》连机的第三季完结 我可能会开一些主机版 游戏的一些新歌 当然是什么的话 也就 请大家期待了 那么 这期视频 估计也就到这了吧 《怪物猎人5》 《怪物猎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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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猎人4》